好的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来参观一下福射寺的合成人流水线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基地工厂 对 怎么说呢 我现在是重开了一个小号 因为之前那个大号呢 我走那个学院路线 我也就一下子上来就是把那个学院给毁了 毁了之后呢 学院里面制作那些要做的任务呢 我一个都没做 直接把按照主线流程就是把学院给毁了 选择了把学院给灭掉 然后这边我根本就没有进来看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制造合成人的这么一个工厂 就根本就没有进来过 我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我又重开了一个新党之后呢 就是我决定这个存档就是我是玩那个的 就是让学院就是对走学院 学院风马就是 之前我们都是那个走那个什么那个义勇兵的钢铁兄弟会的铁路的是吧 现在这个存档我就是帮那个的 我就是学院的领导者 反正我的儿子肖恩接下来就会死了 好 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看下去 刚才看到从这个血池里拿到这么一个像碗一样的 也不是稳啊 那就是合成人这个骨骼的构架啊 好 他现在再拼好了 拼装 第一步就是拼装 把骨骼给拼好 哇 这个机器手速度非常的快 不过这边里面好像没什么东西 这个细节他们是没有做出来 不过拼装的整个流程呢 都还是做出来了啊 这个细节非常的赞 好 现在骨骼已经装好了 接下来下一步啊 下一步大触手就把它放到这边 这边有两个触手啊 好 这边触手忙完了 就换一只另一只触手 这只触手都是针孔嘛 它就是 第二步就是注入那些神经啊 那些血啊 肉啊 那些内脏啊 注射进这个骨骼里面啊 这个肉体里面 让它成为一具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肉体 哇靠 为什么都是男的 为什么不做一个女的呢 OK 接下来进行第三阶段 好帅 浓浓的一股科幻风 好 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话呢 好像就是让它通电 是吧 注射能源 通电 把它激活 对 就这样 OK 这个针孔插进去就让它通电了 哦 现在这个肉体一下子就有就有血丝了啊 这只触手 它其实就是搬运的 现在又要搬了 搬到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出炉的阶段啊 新鲜出炉的阶段 合成人可以出炉了啊 这边血池里面进一下 合成人啊 所有阶段都完成啊 它现在起来了 OK 现在也不能说话 它起来之后才能说话 一个猛男啊 一个凶贵就这样完成了 合成凶贵 嗨 hello to the institute i'm you here OK 我要干 好 就这样 如此循环 制作完成的合成人就会从这边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读什么啊 就这么这样出去了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合成人就又这样开始了 就这样如此循环 这么高效率的制作合成人 而且这个合成人 是第三代的合成人 我们现在这里边看到这个合成人是第一代的合成人 非常的圣人啊 就是一个骨架 第三代的合成人就是非常的完美 就跟真人没有什么差异 OK 这就是 辐射寺里面合成人的那个 流水线生产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才觉得还是蛮有效率的 OK 那这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